马上就是农历过年了 家族大团圆又可以拿红包 让人好期待 但是住在都市的你可能不知道 偏乡儿童的生活有着各种烦恼 而福联盟最新公布一项调查报告 接近三分之一的偏乡儿童 过年没有全家人团圆 五个小孩当中就有一个 没办法好好的吃年夜饭 甚至不少的偏乡儿若是孩子说 他们盖的棉被不够暖 衣服也穿不够 而福联盟呼吁大家发挥爱心 认购年菜红包 让偏乡儿童能够温暖过好年 你能想象陆地有一天 真的会被海水淹没过去吗 近年来地球海水的温度 创下了逐年来的新高温 科学家根据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因为全球暖化 现在每一年的熔冰 大约是40年前的6倍以上 导致全国各地的海水平面不断上升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专家更担心 冰层融化的速度加快 未来几年可能就会出现 陆地被海水淹没的灾难 阻伍工传地被救养 大约的疫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